吴军总司令刚上任,第一道命令就是撤 责任司机性连表赞同 白送给普京的重大胜利到底有没有猫腻 转眼又到了工作日 在春节期间国际社会新鲜事没少发生 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俄乌冲突战场的新变化 根据前两天俄罗斯这边的新闻 国防部的邵伊古介绍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尊严斯克地区的重镇阿富吉伊夫卡地区 普京听取了相关军事行动的报告 对为此付出努力的俄军表示祝贺 有意思的是,就在邵伊古对外发布这个消息的前几个小时 乌克兰新上任的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尔斯基发布了一道命令 要求乌克兰军队从阿富吉伊夫卡地区撤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的态度也有点反常 表示乌军从这撤退是非常专业以及正确的事 言下之意就是非常赞同新上任的乌军总司令的意思 但是一直关注俄乌冲突前线状况的朋友们也都应该知道 阿富吉伊夫卡地区自打冲突以来 一直都是乌克兰军队驻扎的重要军事基地 那么更是乌克兰军队的重要防御枢纽 这次俄军能够轻而易举地拿下这个地区可以说是近一年以来获得的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了 好消息 乌克兰美其名曰要将乌军转移到更加有力的地区进行防御 但是我们也都清楚 泽连斯基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墙角 所谓的春季大反攻也不过是一个笑话 现在春季又来了 等待乌克兰的恐怕会使俄军更猛烈的进攻 在乌军从阿富吉伊夫卡地区撤退这件事上 很多人都在猜测 这新上任的乌军总司令斯斯基难不成是给普京送新年大礼的 我觉得也没那么简单 年前那段时间 泽连斯基想要解雇这个前司令 扎路日内这件事闹得是沸沸扬扬扬 在和美国明理案例拉扯了一番之后 泽连斯基最终还是把身边这个最大威胁给赶下台了 但是美国的面子泽连斯基还是给了 于是给刚下岗的扎路日内安排了个新活 什么呢 乌克兰驻英国大使 但是也有新闻报道说扎路日内拒绝这个职位 毕竟他是个武将让他当个文官 你多少有点强人所难 不会闹啊 不会聊天 但你看啊 号称这个以雷霆之手段对付俄军的斯尔斯基 他的想法被泽连斯基连表赞同 但是呢 第一道命令确实要撤退 所以斯尔斯基对自己做法的解释 就是说为了保护乌军士兵的性命 就是很有可能是想稳定军心 或者粉饰自己的形象 打了个小酸盘吧 我们知道在扎路日内还没被解职的时候 乌克兰近八成的人对老扎都是有极高的信任度 甚至都远远超过泽连斯基 民调数据也高于泽连斯基 而斯尔斯基这个人呢 在乌克兰军人中的形象是个屠夫 这样的一个形象的存在 甚至呢 乌军表示斯尔斯基上位之后 他们这些人的小命就要玩完了 换句话来说 斯尔斯基那是完全不把士兵的命当回事 所以可见他的对俄态度之强硬 对他接下来这个职业生涯或许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与此同时呢 这也影响到乌克兰军人的士气 肯定的呀 那觉得自己招不保息了 或许这个斯尔斯基是为了自己后面这个仕途更加顺利 为此着想 斯尔斯基呢 他审时夺势了一回 宣布让乌军撤退 避免被俄军给包围包饺子 一锅端了 事与之此 俄乌冲突的结局其实是也已经见了分晓 明眼人都能看出结局是什么 乌克兰最后撤军 板上钉钉的事了 那么这次俄军在阿夫杰伊夫卡地区获得的胜利 也就意味着距离整场冲突的结束 又进了一步